美国杰出人才一共有十条要求 但是你只需要满足其中的三条就可以了 是哪十条呢 请看 杰出人才绿卡对行业的定义非常宽泛 从企业高管 协会高管 运动员 艺术家 科研人员 甚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人 都满足杰出人才的定义 所以只要你足够优秀 你也能证明你足够优秀呢 你都可以来申请 接下来几期呢 我会为大家介绍许多的 你根本没有想到的杰出人才的行业 以及特别的案例 所以这时你可能会发现 你身边会有很多的朋友 都满足杰出人才定义 甚至你自己就是一位美国的杰出人才 好吧 关注我 接下来继续点赞 加油 接下来继续点赞 加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